美日两国动作不断,想插手台海局势 中俄联手可瓦解美日的阴谋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卢中成 欢迎关注本期中成Talk 在2022年的东盟峰会和G20峰会期间 美国和日本的表现攻击性十足 一边是美国总统拜登再次强调 美国要和中国进行激烈的竞争 另一边,在东盟加三峰会上 当其他所有国家都采用和平方式发表各自观点时 唯独日本言辞激烈的对中国横加指责 包括对中国东海以及台海事务指手画脚 还反复将中国塑造成所谓的地区威胁 事实上,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日本的表现一贯和美国围堵中国的政策保持高度一致 在美国拉拢东盟国家失败后 日本则希望发挥其在东南亚独特的影响力 帮助美国打开局面 面对美日两国沆窃一气,咄咄逼人 中国早就准备好了应对之策 那么中国是如何反制他们呢? 早在11月初的时候 美日再次举行了代号为力舰的联合军演 地点就选在了离我国台湾岛仅仅100多公里的 所谓日本西南地区 美日称,演习的目的在于提高双方围绕岛屿进行的攻防能力 还模拟在受到导弹攻击时发射弹道导弹进行回击 此举显然是针对我们中国 甚至是为了将来 在国潜放军被迫使用非和平方式完成祖国统一时 为岛内聚统势令撑腰做准备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的美国在很多时候已经是外墙中班了 就以军演为例,以前美国都是绝对的主导地位 其他餐饮国家就是打酱油的 美军航母打击群包揽了一切 然而,再看现在的美日军演 美军的任务占比逐渐降低 日本扮演的角色是越来越多 日本海字在演戏中不仅要承担反潜和登陆的任务 还要肩负海上警戒巡逻和正面作战的职责 这些都说明美国实力下滑 已经不能独当一面应对当前复杂的局势了 当然,这也暴露出美国正在将盟友推到前沿阵地当炮灰 针对美日的军事冒险动作 我解放军毫不示弱 直接宣布在南海和华海两个方向举行海上演习 让人欣慰的是,美军在走下坡落的同时 我解放军便迎来了发展的高峰期 随着歼20隐身战斗机、003航母、055万吨大驱 以及东风21D、26等高精舰武器的批量物役 美军在亚洲对解放军不仅没有技术优势 而且连数量优势都在被逐渐追平 因此,美军正试图把日本也打造成一支能够独立作战的力量 以便在未来台海发生危机时 能够作为岛内巨统势力的侧应 给过蒋福军制造压力 美国自己则继续躲在第二岛链 继续拱火,将冲突扩大化 不过很可惜,这一切大概率都只是美日的一厢情愿罢了 事实上,面对美日咄咄逼人的气焰 中国也有自己的解决之道 中俄两国在军事外交上的合作一直都很密切 两军经常进行交流 中俄作为被西方无理由打压的国家 可谓是难中难地,高度不信 早在佩洛西撺台的时候 俄罗斯就首次旗帜鲜明的站在了中国一边 这给日本释放出什么信号,就不必多说了 日本若胆敢用台海问题做文章 为何俄罗斯不可以用北方四岛做文章呢 日本最好先掂量掂量 虽然日本政府当中很多人并不认可亲美反中的做法 但是这样的声音并不是主流 假以时日,美日真的在某些问题上触及到了中国的核心利益 那中国必然不会手软 到那时,东亚就真的要变天了 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